计划 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铃 跟标题一样 应该是最万宝龙的 master piece 系列 应该暂时来讲 这一支是最后一支了 万宝龙的147 因为这一个 反正看这个标有点特别了 然后就搞了一支 那我这一支是 笔尖的话是五代的那我们慢慢来看一下这支笔那这支笔首先这样子我先拿一支就同样五代的146然后作为一个对比啊 阳光有点大那影响视觉有点抱歉啊首先这样子那尺寸来讲我之前在网上看他说会长个那个几mm几毫米 但我现在看好像是差不多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区别就之前说好像是这个地方会长一点但这么看上面是147这支是146 这么看的话反正就是他这支笔肯定是用146的模具然后再进行烧一些改装然后呢就出来的一支我不知道这支笔出来的时间到底有多久了146的话好像第一支应该是149 149然后再下来是146嘛应该是这样子来分嘛呃但是147就好像没他人找到他的一个就是推出的一个17这样子啊我们先一步步看一下这个从这一个哪笔帽上面没有没差了白色星星一颗上面这里还是有一个标号吗这个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呃我两支反正都是金色了然后这两支因为都是五代了应该都是有十年时间左右的一支 一个就已经是十年时间了那所以说你能看到两边的一个金色一个怎么讲氧化吧应该是叫氧化因为万宝龙的比应该凸度情况是比较少的不像日本比这样子那能看到就氧化然后金色会略微有点不一样那买一个万宝龙的时候就是说用到久你要有这样子一个心理准备左边的这支会相对亮一点然后上面的字能看到有一点点斜纹吗这样子那反正 基本上能看到都是一模一样的笔尾上面那也没什么好说也是一样这样子然后这时候让我看一下唯独的啊糟糕啊让我看一下我现在分其实不是很分得出来因为 146上完墨以后吗他观摩窗就填满了那这时候我就很难分了主要差别其实就是笔杆什么笔帽是一样的让我看一下啊 呃OK哪能看到这有观摩窗有点了一个透出来那这次我知道是146 呃我这次147的话是一个M间啊这次是EF间拍完这次147的话我会把我就是那几只万宝龙一起拿出来书写一下给你们看一下差别到底在哪那个视频会很短五分钟内争取搞定啊好那14614166然后这边7啊我放好好然后我左手的对吧啊对我左手的是146那给你们先看一下这个笔尖那能够 看到哪右边是M间左边是EF间能看到就是直接就是明显的一个出息差别两只都是五代的你都能看到就是说上面是一个有一个14k吗金色的那右边这只连带比较久远毛痕也比较多颜色相对来讲也比较浅了慢慢脱不度笔舌上面你们看也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啊好那但是我不知道为为什么这可能是后面跟笔舌先换了 那能笔舌人看到我这一只应该是稍微后期一点的一个一时期因为笔舌你看到有个洞但是呢呃笔尖上面还是跟着14k了笔尖肯定是五代了笔舌这一只是六代这一只是五代能看到少一个洞了难得有机会给你们看一下那就可以看清楚这样子一个情况啊可以大概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因为这只已经上过墨了而且也没办法看一个上墨的一个过程 那这只笔也是一样这样子扭穿了能看到吗就这样子呃能现在那这根笔没有关墨穿 然后呢里面这个笔尖我不太想拆了它里面其实就推到里面有一根针笔舌 我之前这只笔我提前拆过了已经就是笔舌的是跟1460差不多就是后面多了一个一个小针然后是专门错这个啊错这个墨囊了那其他基本没有差别里面你看得到了 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没基本上结构是一样的粗细那基本上其实是就同一套模具了呃怎么讲了非常的省成本我只能这么去讲呃再下来的话我需要拿一下这个那他只能用墨囊然后他有一些使用上不便等会再跟你们讲那如果你买一只我这一只是二手的如果你买一只全新的话呃他有算一个那个笔套以及那个caterage就这种那这个我就随便拿一个这个是 这个这个是那个snider的反正啊呃我顺便用过一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你们能看到是万宝龙的caterage能看到吗上面的指线阳光比较大可能不是很清楚那这个的话是那个snider的但slider啊能看到slider啊这两个他只要是欧标的你只要那个长度长度差不多snider的会长一毫米但是我是呃我自己试过 亲身之过呃没有差别你知道很可用就是说你不一定要用万宝龙的一个caterage对吧好然后再下来他这个是怎么用呢我先把这个拿他猜这个设计其实是非常的华丽 这一根杆那我先把这个给拿出来那这根杆你们能看到其实非常的漂亮里面是一个沙光的外面是亮面的非常的讲究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的加工处理那其实这种模式我个人来讲是非常我146和147149我最喜欢其实是147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他不能用沙漠器不然的话其实我个人来讲我结构来讲的话 活塞我喜欢百利金的那种呃换笔件或什么的万宝龙这一个的话就是他非常不好维修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用了差不多多有一两个星期了这次 比如说你有用过吸墨器你知道他是个尾端他可可旋转吗旋转以后然后墨就可以往前后推吗你就可把墨给挤出吗这一只的话唯独的一个缺点就在这我只能这样子悬进去回去 然后呢我就这样子卡上去就是有时候倒墨的时候我不能说我通过啊这个是开过我不能通过就是说去挤捏这个墨了然后让他触摸这个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我只能去甩啊有一个就使用上来讲这只不是特别方便除非是说我就这么这一只笔我经常坐飞机那这只笔是绝对很合适就是说非常合适那这个的话套筒吧叫上面反正就是说什么呃 Germany 吧这个是德国最喜欢做的事情 Germany 然后呃还有一个观摩窗也没了能看到吗就是146的话暂时来讲我这只146的话如果你们写写看能看到哪能看到有点透透的一个观摩窗 那我觉得我就不懂为什么149会取消了可能是说我这个东西插进去影响美观但是其实我还是希望有点透透的这里闪点金色的其实也很漂亮那我就不懂为什么 他把这个给取消了呃可能是成本的原因吧但这只笔怎么能说了从成本来讲不是很有诚意从设计来讲我个人是挺喜欢的使用方式来讲的话如果他这个的话可能是因为说不想他跟145就是说那个有冲突吗所以就这样子设计 反正呃各有利弊的因为他这个吗我觉得他可以这样子其实他可以另外一个比身太高了我试过推西摩漆进去推不进去很尴尬 反正就是推进去也很不好推而且拿非常不好拿因为特别高他整个设计感觉就是不让你用西摩漆 能看啊反正就是说这支笔这么久他整个质量还是很ok的另外这个金色其实你现在这么对比就很明显其实质量是肯定是不用担心的我觉得就万宝人因为到现在为止能50年内然后还能就是说用的我觉得就是万宝人和百里金其他笔就是不是说笔杆的一个脆化等等就是或者脱度啊这类的问题的话呃对就是脱度这些问题的话就导致他 他的寿命比较短那万宝人他的比寿命真的是很长那我这么一推然后一进去那你们就能看到了直接就上航幕其实这个设计真的很方便但前提你要书写量不大然后只签名然后我上飞机那这支笔绝对是很合适那其他就要讲的我觉得没有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他比的话能跟那个就是可能这里是不是啊意思也没有如果是这里有一个可以这样子选卡 那这一针这支比我观摩窗我觉得那样子会好看点跟精致一点那这一支的话我觉得差别着但是他前面这个基本上主要是为了就是说套用回去一次流的一个模具嘛那这个都可以理解反正就是很有特色的一支笔也是我算是万宝龙里面他masterpiece系列我最喜欢其实是这种唯一读真的美中不足就是说他只能用这个功能他没有别的了 所以说实用性来讲差一点但没关系你看这样子用caterage然后这样子上墨吗对吧非常的优雅你能看到就是而且很有那种装配那种感觉就对吃穷了好那这支M间的我先试写一下然后呢我在那个我下个视频会直接去做那个呃就是所有笔的一个是就是说一次呃万本一个试写 好我加速一下吧还是一样简简单单单的 好先停一下那个能看到吗亮亮的啊刚那已经刚刚还写在阳光上面你这个墨水一个我镜头上面看不出来能不能看到你看有点反光能看到吗 非常的唯美果然刚比都是活在阳光之下 真的是这么讲好那我在那个原子笔继续书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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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另外一个的话,反正出风这个还是一如既往的,跟你的手有关系,跟笔没有关系,你除非是EF间那么细,不然的话如果你书写好还是要出风还是没什么大问题,我见过有人就M间一式就照样给出风了,所以说这个只是说买了一只贵的笔嘛,你就没有借口了,所以通常不建议买贵的笔,买一只便宜的有点借口,笔键来讲0.5mm那这只0.7人看到出息其实第一个差不多, 我能品比较好,因为这个解码M间其实指好像是0.5-0.7嘛,就是说钢笔的一个间是这样子,就是说它不会exactly,就是说精准的,就是说完全就是0.7就0.7跟圆珠不一样,这个对单纯就书写的一个示范,跟146没有什么差别,因为笔键大小前面你们也看过差不多,重量来讲也是一样,其实也没什么差别,反而146上的墨一墨上满墨了, 会感觉也不会感觉偏重,因为里面147本身也是两个cateridge,以及它中间那个总层它是有一个金属吗,那这几个跟146活塞,本身平衡感它是有一个差不多,就是说两个就是说都能抵消了一个平衡了,这个的话你们看一下,反正就是M间会感觉出那么一点点,今天阳阳光太大了,然后效果有点差啊,真的有点抱歉, 但是反正就你还是能看得到M间还是比这个0.5那个粗啊,那看粗戏的,我下一个视频再来那一个,让你们细看一下,对,大概这样子,好,那147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反正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支笔,对,那视频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